在下面的茶摊 我已经准备了一本奇书赠摊 这不是我们姑爷吗 姑爷腰间这个铃铛 我知道 这可是苗疆传来的宝贝 据说带着这个的 都是生死相依的恋人 李逍遥有一个铃铛 那个在谁呢 你怎么会有一个 是这个吗 当 定情信物是吧 那我算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对我师妹 然后在这儿还有一个 我已经说了 我不能取离 那你为什么要收下这个铃铛呢 我不知道这个铃铛 为什么会在我身上 但是我是一直觉得 威比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她这个铃铛有在考证 今日在城内出现一个 身穿苗疆服饰 性格胆大的少女 当众闯入酒楼 单独窝见无数男士 他老带着他 到处捣乱 我们一直忽略掉 捣乱这个事 出一些眉目了 我告诉你 从一上来我就怀疑他 我觉得他有问题 剑胜是吧 反正我觉得 单单姐有问题 你反正被重点怀疑了 这个孩子一点不可信 我右边四个 我们被诬陷了 被诬陷了 你吧就 哎 我头照灵儿 你哥 剑胜 5号 林月如 5号 5号 咱们拜拜 蒙炭嗨嗨 蒙炭炭炭 第二季 5月27日起 每周晚8点 VIP抢先看